根据台东护证事务所的统计资料显示 每个月因为照片规格不符合规定的人数 大约有200人之多 这些民众们需要补齐符合标准的照片格式 才可以办理护证相关的业务 然而在旧甘新照相馆启用之后 预计每年可以超过2000位的民众 省去这些不见的麻烦事 来到护证事务所办理业务的民众 拿着号码牌依序排队 等待服务人员叫号 办理护证的相关事项 而在这些申办的民众当中 有许多人因为照片规格不符 必须得补件办理 在台东护证事务所里 每个月就有200件这样的情况上演 因此就甘新美照相馆启用之后 预计每年可以照顾超过2000位的民众 一个月大概都会有200件左右 所以我们结果这个预期的效益 应该是蛮大 对民众来讲是帮助蛮大的 而且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政府为民众准备贴心的措施 盼望的就是能够让民众更便利 而不是惨照滥用 所以每位民众 每天拍照的次数只有三次 这一方面就是可以控管一些时间 另一方面就是民众怕 有些民众自己在那边操作 操作不来他一直照一直照 那会影响下一位民众 而且如果三张的话控制 你今天不能照了就要等明天了 因为它是同一个身份证号码 同一个脸孔电脑会辨识的 台东护震事务所的主任也再次强调 民众们来到这里所拍摄的照片 只有连线到内政部的网络 不会外流 存档也最多保留五天 要民众放心的使用 它这个是一个封闭式的网络 只有我们内政部的网站可以使用 那这个编辑一般就是可以调光或是你的画素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比较强大功能 就是说有些民众怕说在这里照相会不会是被盗用 或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有设定一个 如果这个照片你用完之后 如果五天天如果没有再继续使用 它电脑是会自动销毁的 所以这一点也请民众可以放心 旧干新美照相馆设立在全台东 16个乡镇室的护证事务所及办公室 要快速有效的办好护证业务的民众 不用再花时间到照相馆拍照 等到照片洗出来才能办理业务 往后只要轻轻一按 就能立即完成拍照的需求 让民众感受到名副其实的就感心 记载协论 桥东市报导